大家吃过海参的呼饼吗?没有吧? 今天咱们就尝试一下海参的呼饼 下次一定要让魏哥能一个王不蛋呢? 呼饼 海参的呼饼您吃过吗? 大家好,我是紫禁城下的胡同 今天咱们到北京胡同魏哥家里 全程看一下老北京是怎么打呼饼的 原来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很重要 看完之后您不妨试着做一下 真正的感受一下老北京这种传统的美食 这是呼饼的面? 面,就和到这种程度就行 这不是等于干面差不多吗? 比干面稍微湿点 哦,得和成这样才能烙呼饼呢? 你看看,这回我们知道了 原来呼饼是这种面,和成这样 好嘞 这是那个呼饼煸香 小火慢慢煸,是不是嫂子? 火不能大了 不能大了 就是黄了那个虾 金黄色,金黄色就行 人家有的人都不用煸 就直接搁这虾 直接搁? 直接搁就不行 不行啊 直接搁它们没有香气 哦 它得把那个香气里激发出来 明白了 这什么什么我有份子啊 真是 胡萝卜面 干你们我的嘴就是灵魂 讲究 我得把事给人说明白了 这马哥一直找不着魂 原来全在喂隔嘴上呢 是魂都让我喂收了 卡家伙 行,这就行 行了 先把这半个面铺到饼盆上面 叫打呼饼 这就叫打呼饼是吧 这么着呢 不是说热锅呢 热锅你哪瘦得咬了 就热锅上拍啊 对对对 你拍屏了是吧 对对对 这么回事啊 您要不说 这别人还真不知道 别人也是这么做 是这么做吗 但是他们完整完整看 可不是完整拍的 对 是吧 那都是错的 老话叫打呼饼 你得打 你打是吧 拍瓷式了是吧 对对对 下面给人用割油呢 稍微可以点 就这么直进拍是吧 对对对 这才定型 定型 你就拿这个 刮一下 刮平了 刮平了 刮圆了 把尖刮了 哦 可以 要不然跟你说 就是有技巧的 要不大家老不知道 这呼饼怎么做 这会知道了 知道会哥 他们家呼饼了吧 知道了 为什么好吃啊 这么来的 对 嗯 就是你这掺出来的 对 掺出来的呼饼 都是那个有些地方 为了偷碗 嗯 它做瓷式 你说这喝啊 这还得有劲儿 没劲儿还拍不出来啊 对 所以这都得是凉锅 热的 受不了啊 你这手也受不了 哦 行了 大家知道怎么弄了吧 这就 下一次就得拍 这就 这就 这等于 批子就做好了 批子做好了 做味家呼饼 现在开始夹热 定型 哦 就让这个 定完型 再割菜 对对对 哦 这是咱们独创的 真棒 带海参的 骨肉 把咱那个 卫哥说 想做一个那个 王八蛋的 没摆着 好 所以改成海参的了 然后这样 哎呦嘿 你看看 海参完成一弄了 嘿 大家吃过海参的呼饼吗 没有吧 哎 今天咱们就尝试一下海参的呼饼 下次一段 外哥能一个王八蛋呢 呼饼 然后他们讲话说 稍微搁一点 高撒盐 哦 高撒盐 行 稍微有一点咸味就行了 哦 然后这样 一会儿再闷一会儿 就行了 就出锅了 好嘞 一会儿咱们尝啊 好 这回 这叫什么呀 海参 海参馅的 馅的呼饼 呼饼 海参呼饼 我准备给它做成百味呼饼 百味 将来我做火腿的 火腿 对 我特别期待你王八蛋的 王八蛋馅 哪天我给你做一个 王八蛋就是什么呀 就是乌鱼蛋 哦 乌鱼蛋 你买点乌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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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撒上 跟那个海参一样 明白 是吧 嗯 你弄点肉馅 你弄点火腿 一样 看我什么人一说 就什么吹牛逼 你们就不信 嗯 我的呼饼 我要做出来 嗯 不是尼克松啊 先不让他吃 嗯 是不是 先不让他吃 有级别 是啊 美国人第一个吃法 嗯 先得找我来 够级别的 翻下台 对对对 像克林顿那样 就别让他来了 哦 下台了 不是他玩花 哦 玩花都不行啊 做蜂布 做蜂布好不让吃 不让吃 哦 天是我们那个石油公司的那老板 也不让吃 都是做蜂布 就是劳动人民 来上魏阁这儿来 好 我要看他长得好看呢 啊 还免单 嘿 我不卖 哦 我就是大家伙保留一个 嗯 民族的传统的东西 没错 是吧 对 这东西要给大使馆充建了 这我可了不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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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 嗯 中东国家 嗯 他还吃 那倒是 他这属于清真的 对 那个谁沙特 海鲜大沙县 那边有好多的王子 啊 刚刚王子完以后 那女子叫什么 王妃啊 王妃 王妃啊 没错 你让他上 我们家晚 嗯 先不跟他说我住哪儿呢 不说 到时候大数据啪一扫 王妃能扫 对 啪一扫就知道魏阁在哪儿 对 吃个清真的呼饼 嘿 好好的 我给人家买出锅去 哦 新锅 嗯 酒精 杀毒 就给他弄 真清真 哦 让他吃的过瘾 对 对 老百姓没招 你就得想着 你看看 你这个味道 你身上脑袋半天了 没人冻开了 他这可能都看着害怕了 那是王八谁敢吃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哦 打开 打开 打开你冻了 亮相吧 嗯 你看看 开吃了 开吃了 开吃啊 是这么好吃的东西不开吃了 怎么样 跟开光一样 哟哟哟 那那我也尝尝啊 看看啊 自鞭自饮 哎呦 这叫什么呀 海参馅的啊 自杀 我先尝一下啊 看看海参馅的 嗯 来尝一尝啊 怎么样 太低头了 我没下边吧 没下边 别有风味 好吃 这个中国的灵魂 好多东西都丢了 真是 真好吃 你把这湖边手艺学完了 嗯 然后你去沙特 开店 你看科威的 不是马屎的 是不是啊 对 必须有小王子 哦 然后小王子和孙子 你让他们吃点 咱们中国人赚外国人的钱 哎 那跟这儿炸鼻炸鼻的 哈哈 你骗我我骗你 啊 这事儿呢 嗯 不好 不好 你看这就是魏哥家的呼病 这老北京打呼病的手艺啊 我想很多人都不会了 今天呢 您看了一遍 回去呢 不妨做一下 这味道啊真是不错 如果在您的记忆中 北京还有一些什么老手艺 不妨说一下 我问魏哥会不会做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您觉得魏哥这种做法有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